大家好,我是只有三条腿的熊猫戴笠,人群戴夫。 1999年出生于野外,今年已经23岁了,相当于人类的92岁左右。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,为什么我的名字听起来像女生呢? 其实它是有寓意的哦,且听我细细道来。 2001年冬天的时候,我的老家四川保兴县,大雪纷飞。 当时才两岁的我由于遭到了其他动物的攻击,伤势严重。 不仅浑身是血,全身还有多处撕裂伤,诺尔也被咬掉了一半。 其中最严重的是我的左后腿,被猛兽大面积咬伤了。 当时言言言息的我恰好被一位在山脚下采矿的工人夫妇发现了。 但由于我当时害怕遇到的是坏人,所以本人的专箭从林里躲了起来。 之后,工人夫妇立即上报到风筒在自然保护区管理局。 他们立马组织了搜救队,开始拉往事,大规模地来找我。 即便是夜晚也能留纸般。 终于,在次月2月26日上午10点左右,在半山腰处的一棵油松树枝上发现了我。 他们把我抱下了树,发现我身上流的血都已经凝结成了鲜红的冰。 他们紧急把我送到保兴县人民医院。 经过医生们的抢救,我暂时地脱离了危险。 然后他们就把我送回风筒在自然保护区休养了。 但不料九天后,我左后腿的伤口人重感染患能了,被紧急送到四川农业大学动物医院。 而由于情况严重,专家们会整决定要对我进行节肢所复。 于是,第二天,我就成为了全世界首支进行节肢手术的大熊猫。 由于大家希望我在父后能够奋力地站起来,于是给我取名为代理,寓意是期待转力。 但是,当时还小到我,等埋药进一过的时候,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疼痛,不自觉地想用嘴巴去咬伤口。 为了防止我父后抓伤口而引起二次感染,穿容带安排了学生们组成护理队,大家24小时轮流直奔守护着我。 只要发现我试图用嘴去了伤口,就用棍子阻止我。 最终,毕竟37天,我的伤口终于愈合了,世界上第一例为大熊猫结肢的首付宣告成功。 他们在川龙大新落成的一幅大楼前为我举行了出院仪式,学校的领导全都来参加了,非常隆重。 但由于我基本上失了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,不宜放归自然,所以于4月12日误住了四川风筒在自然保护区的大悔多保护站。 当时有人提出想问我装上甲只,但是被专家否定了,说我们熊猫不像人,装上甲只我会不自在。 然后保护站的奶妈们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,不断地鼓励我,领导我,使我慢慢学会了用三条腿走路。 2003年12月,我从原来的保护站搬家到了雅安壁风峡基地,大家别看我只有三条腿,我可是幼儿园班里的小败王哦。 只有我的同学想欺负我,都会对我反击地熬而叫。 那时候金虎的妈妈童韵,是个非常霸道的女生,每个同学都会被她欺负。 结果在她欺负我时,被我狠狠地抱住了一顿,满院子追着她又抓又冷,一直打到她爬上高高的树枝上不敢下来才做罢。 嘿嘿,我的战斗力不错吧。 2004年,我的大把费翔来到基地参观,在了解了我的情况后,决定要终身任务我。 每年将会以电汇的方式为我借来五万元生活费,并为我请了一个小名叫翔翔。 2013年9月26日,我搬家到了独江燕基地,并于2014年加入直播间。 大家在看到我每天都会兼职散步与锻炼自己的行走能力后,对我很是关注与喜爱。 而我喜欢趴在墙上观察邻居的八卦之觉,也终究是瞒不住了。 自此,我中心第一八卦熊的称号火遍了大江南北。 哎呀,真是太羞羞了。 下一集,小米丽奶妈与奥利奥的奇妙缘分。 我们不见不散,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我哟。